大家好 欢迎来到聊聊 我是十六 今天我们来聊一聊主动离婚的男人 会因为哪些事情感到后悔与遗憾 随着现在人们的生活状态的日益不同 他们的感情状态也变得越来越复杂 因此生活中很容易由于两个人经营不善而导致分开 其实一开始呢 两个人是因为相爱 想要共同组建家庭才会选择结婚的 但是一旦两个人在婚姻中把感情都消耗完了 即使最开始两个人会犹豫 会容忍 但是最终还会犹豫各种原因离婚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主动选择离婚的男人 会后悔他们的决定吗 都会有哪些遗憾呢 感觉对不起孩子 后悔缺席孩子的成长 如果在婚姻中两个人有了小孩 那么他们在选择结束这段婚姻的时候 就会犹豫不决 如果最后离婚了 当想到自己孩子的时候 就会感到后悔和遗憾 特别是那些在离婚之后 将孩子判给女方的家庭 那么面对之后孩子的生活 他将缺席很多时刻 就会感觉自己对不起孩子 男人在离开之后还会想念孩子 一想到由于自己的原因 让原本应该幸福成长的孩子 变成了一个没有爸爸的人 就会感到难过和不安 特别是随着自己与孩子的交流逐渐减少 他们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孩子 对自己的感情越来越浅 要知道单亲家庭的孩子 总是比其他孩子要敏感一些 如果孩子的母亲重新组建家庭后 可能会由于各种原因 疏远了对他的照顾 这时孩子可能会变得恨自己的父亲 而男人对于这种状况 却是无力去改变的 只能遗憾终生 后悔当时自己过于冲动 其实很多的婚姻结束 都是因为两个人 在生活的繁琐争吵之后 丧失了理智 特别是男人在工作一天回到家后 看到不理解自己的妻子 就会感到十分的疲惫 于是一时冲动之下 说出了要离婚这句话 而妻子也是在日复一日的争吵中 选择不再继续维护这段感情 这样两个人在离婚之后 可能都会后悔 特别是男人 在经历了一段时间的冷静之后 反思到了自己在婚姻中的错误 就会悔不当初 在夜深人静的时候 会回想当初结婚的自己 是抱着一个和心爱的女人共度一生的愿望 才进入婚姻的殿堂 为什么在平常的生活中 不能对妻子多一些理解和关心呢 在这样一次次对自己的拷问中 愧疚感逐渐加深 就会后悔当时冲动下自己做出的决定 再婚后才明白前妻的好和自己的差 有些男人在离婚之后 为了向前妻证明自己能够过得更好 会选择再结一次婚 重新组建家庭 但是并不一定能够找到比之前更好的老婆 这个时候他就会感到特别后悔 觉得自己很蠢 不知道珍惜以前的幸福生活 特别是对比两段婚姻后 觉得之前的自己过于作死 才导致失去了一个好的妻子 特别是再婚的男人 如果找了一个比较骄横的妻子 工作中出现问题 加班回家晚了 不但不会被理解 还会被妻子嫌弃自己没本事 不能给他带来好的生活 不能再次离婚的男人 只能选择忍气吞声 看着现在一团乱麻的生活状态 在对比之前 结果现在的生活还不如以前幸福 后悔当时一直在生活中各种作妖 总会回忆过去触景生情 有些男人和妻子离婚的原因 是由于自己过于花心 或者是刚开始他觉得不会后悔 但是当他到了一定的年纪之后 就会开始回忆之前的生活 开始反思当时自己比较幼稚和过分 感觉自己对不起之前的妻子 如果当时自己不那么做的话 可能就会有不同的结果 在清理房间的时候 发现前妻留下来的东西 会想到当时妻子把东西放在那里的场景和原因 一想到现在东西还在 但是人却因为自己的原因早已离开了 就会感到十分愧疚 通过上面这几点 我们可以看出 大多数的男人在主动离婚后 都会后悔他们所做出的决定 但是离婚总会有各种各样的原因 既然他们选择了离开 就要承担之后的一切后果 离婚之后的女人 也不要因为看到自己的前夫有些可怜 就感到心软而回头 要知道在婚姻中 他选择了主动放弃 现在后悔又有什么用呢 因此与其当时一时冲动 而在未来感到遗憾 还不如用心去经营婚姻 选择两个人携手共进 不给自己将来遗憾的机会 好了 今天的话题我们就先聊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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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